Ron DeSantis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而且他找到了一個 完美攻擊川普的方式 今天要討論一下 他到底會不會參加 2024的總統大位 加入攻擊川普的還有共和黨 現在共和黨的領導來說 其中選舉會選這麼糟糕的原因 都是因為川普的錯 那這其實是意料中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共和黨 其實內部腐敗的很嚴重 令人意外的是另一個新聞 民主黨的國會議員 既然在上節目說 槍支不會殺人 殺人的是人 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他們開始支持持槍權了嗎 我們很久沒有討論這個槍支的議題了 每年最快樂的時候 來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在拉斯維加斯 有一名女子被歹徒截車 結果她反而奪取了歹徒的槍 而且一槍把這個歹徒當場打死 這個故事能告訴我們什麼呢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是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成為一個會員 你是在幫助我們的員工 可以繼續有工作 有能力繼續做這樣的新聞 我們感謝每一個支持我們的人 成為會員 你會得到我每次錄影刺螺絲的片段 未來還會有更多 只有會員才會有的福利 例如直播服務 世界政府成立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有一個自己的社群 那這些服務都在籌備當中 所以請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幫我們點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這個影片 跟我們一起抵制YouTube的Shadowband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最新的民調出來了 這個是從USA Today來的 OK 上面說 絕大多數的人 任佛州的州長 Ron DeSantis 會比川普更有機會 贏得2024的共和黨提名 而且這個數字不是只差一點點 在這個假設的選舉當中 川普的得票率是33% 對上Ron DeSantis的56% 這是兩位數百分比的差別 那當然 我跟所有的人都一樣 也都不相信這樣的民調 所以說你們不用在下面在喊說什麼 你們到現在還在相信民調嗎 AI News No need no call 了嗎 你們一定是什麼 Deep State 深層政府 中共的大外宣 我跟你們認為的一樣 我從來就沒有覺得這些民調數字是準過的 那統計數字全部都是唬爛 但是現在的確有很多的事實證明了 DeSantis對於川普在共和黨內提名 是有一定的威脅的 那川普當然也是這麼想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會在各式各樣的場合 攻擊Ron DeSantis 而且是在其中選舉之前就開始了 Ron DeSantis也是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才得到現在有的聲望 那我來這邊真的再次強調 我們沒有再說Ron DeSantis應該要參選 事實上就是我們很多次說川普應該要再當四年的總統才對 說Ron DeSantis好 並不代表就是我們就是什麼Deep State 然後Ron DeSantis的鐵粉什麼什麼之類的 而且還在下面那邊說Ron DeSantis是Deep State的人 就是沒有任何證據 我們只能跟你說我們基督徒認為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 不要對川普有偶像崇拜 那現在Ron DeSantis為什麼會有比較高的民調呢 第一個是因為他現在是在任的佛州州長 他有資源他有名聲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 川普總統現在在湖海山莊每天打高爾夫球 偶爾參加GOP的造勢活動 第二個Ron DeSantis在社交媒體上面 川普在他自己的True Social上面 雖然推特讓他回去了 但是他並沒有使用推特 而True Social是一個說穿了使用的人 只是為了上去看川普在說什麼而已 沒有人真正在使用True Social 那現在還有第三個 這個現在講的人並不是很多 但是DeSantis很明顯的在使用這個東西 來試圖取代川普 就是川普是COVID疫苗的代表 他的政權下面創造了疫苗 他不斷的鼓吹疫苗 不斷的強調疫苗是他政績裡面最突出的一個地方 而DeSantis現在就是利用這一點 來跟所有的保守派的人說 他不是支持疫苗的人 我在這邊再次強調 我不是在這邊說疫苗都是川普的錯 或者是Ron DeSantis一開始就是在反疫苗 然後他是反疫苗的代表之類的 我在這邊說的只是 但是在眾人的眼裡川普是一個給福奇博士舞台 讓他騙所有美國人推行一個很有問題的疫苗 而且在他的任內他也沒有開除福奇博士 我也認為川普做的當時並不是錯的 我不認為任何其他政治人物會做出其他的方向 我只是在說那個就是當下發生的事情 那Ron DeSantis就算他一開始在疫情的時候也很小心 但是他很快就開放了佛州 而且全面開放 他很快的就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反COVID 反建制派的醫療系統 甚至反對疫苗的一個代表 他做的事情就是讓那些佛州 想要打疫苗的人可以去打 但是他從來就沒有強制疫苗 現在他搞了一個大陪審團 要來調查這些疫苗的製造商造成的傷害 我們會提供了一大陪審查到 新闡人的政務 去探索去探索 在國人的新闡 跟福利 和律 新闡 我們會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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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說這位 Ron DeSantis 真的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一個人 我覺得他在做的事情是非常正確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這邊誇讚他 但是在政治層面 這也是他能做最有利的事情 因為川普在共和黨內初選的最大弱點 不是他的嘴巴 共和黨的黨內其實很喜歡他說的內容 也不是他的推特帳號 保守派的人其實非常喜歡他發的那些東西 對於共和黨黨內來說 川普最大的弱點就是COVID 這就是Ron DeSantis 可以真正影響到川普右派基本盤的議題 同時也是川普跟Ron DeSantis 立場最不同的議題 而且也是他可以證明說 我不是Deep State 我不會妥協 我會抵抗聯邦的政策跟機構 我不是建制派最好的議題 而且也因為他不是川普 所以他不會被那些建制派的人這麼討厭 還有那些什麼傳統自由派那些人 也會對他比較有好感 這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 純粹只是因為他不是川普而已 所以主要Ron DeSantis要做的 就是跟保守派 還有這些川普的基本盤證明說 我是跟你們站在一起的 我是一個保守派 在這個疫苗就可以證明了 我在調查這個疫苗的安全性 這些人還有這些公司 騙了我們說這個疫苗是安全的 而且我們國家很多地方要被逼著打疫苗 如果他可以好好的使用疫苗這個議題的話 會對他非常有利 那當然大家也聽我說過 我不認為Ron DeSantis 2024 應該要參選總統大位 因為我本身是支持川普的 而且認為川普有這個決心 有這個復仇的心 真的要來抽乾華盛頓的沼澤 但是事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如果我是Ron DeSantis的話 我不會這麼想 而且我一定會參選 因為就跟現在川普的情形一樣 2024不選的話 他就要等到2028才可以選 而這一次是Ron DeSantis 第二次當州長 在佛州的這個州長是有任期限制的 也就是說2026年到2028年 這兩年之間他會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會失去媒體的熱度 也會失去佛州政府的權力 也會喪失這幾年他塑造的形象 簡單說對他來講 2024參選是一個蠻必要 非常必要的一個選擇 在這個政治生涯上面 所以未來這兩個人初選 有一個正面對決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講到建制派的共和黨人 我們就不得不提到這位老烏龜吧 他真的看起來很像一個白話正的烏龜 Mitch McConnell被問到說 為什麼共和黨在其中選舉會選得這麼爛 現在投票已經徹底結束了 喬治亞州參議院的這個runoff也結束了 那各位猜猜看 Mitch McConnell說這一切都是誰的錯 他都是有二次主委會選擇從到中選舉會選擇更多的 為何能賺的選擇 投票是要成為公關的選擇 靈稍在這裡的選擇 Chryson O'Donnell, Chryson O'Donnell, Aakin, Rickson, Murdock, 从2022年代 执行过了 这种可能性的问题 結果在22年期間的結果 是很缺乏的 因為他支持前面的主席 實際上是很決定的 各位有聽到嗎 不是他在把錯誤怪在川普身上 或是怪到候選人的品質上面 對我來說 在這邊說候選人的品質 根本就是一個胡扯的議題 在一個John Featherman 一個腦中風 講話我講不清楚 完全沒有任何思維邏輯的 共產黨黨員都可以當參議院的2022年 不要跟我扯什麼候選人的品質 那個人要禁止石油開採 要大設整個賓州監獄 然後把暴力犯罪全部放出來 聽不到任何東西 然後講話比我還結巴 競選的時候根本沒有出來 辯論還不如不辯論 這個樣子的人 都可以來當賓州的代表了 所以說我不想要聽到什麼 候選人品質的胡扯 但是我想要各位注意到的重點 不是這個 各位有聽到這位Mitch McConnell 烏龜仙人說 他們這次在控制黨內初選的結果 有一些問題 我以為初選的意思就是 讓人民的聲音被聽到 人民可以投票投出來 最能代表自己的人 然後那個人再去 綜合選舉跟民主黨的候選人競選 請問是誰應該要來控制初選結果的 我們在初選結果的時候很難控制到 所以川普的錯 為什麼是川普的錯 因為他提名了一些不好的候選人 例如像說Dr.Oz 然後沒有讓你們共和黨的領導階層 完全控制初選結果 我以為共和黨的領導階層 本來是不應該要介入任何東西的 我以為初選就是一般的共和黨人 或者是保守派 傳統自由派 右派 自己出來選出能代表自己的人 不是嗎 但是很明顯這不是共和黨要的 共和黨的做法不是那樣 這裡告訴大家一個殘酷的事實 共和黨要的其實跟民主黨一模一樣 他們想要控制初選 他們不想要任何保守派有選擇 然後Mr.McConnell在這邊說 對啊我們想要控制初選 這樣才可以有更好的候選人出來 打敗民主黨啊 對啊我也想要有更好的候選人啊 但是我們不想要那些 你提出來那些專門聽你的話的人啊 這些候選人是代表我們的 是不是代表我的 不是代表你共和黨耶 我不想要送一個 戴著紅色領帶的左派去華盛頓啊 而且我不相信就是候選人的品質 是亞利桑那州選舉失敗的原因 你共和黨為什麼沒有幫Cary Lake 為什麼加州You First Campaign的人 你一毛錢都沒有給 這些人你為什麼都沒有幫助 因為他們這些人 不是跟你一樣的建制派 他們參政是要代表我們的聲音的 不是代表共和黨的聲音的 所以他們不會聽你的話 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跟民主黨協商 他們不會妥協 好處是現在的保守派 就是真正的保守派 不是只在這邊說自己是支持共和黨的人 那些假的保守派 這些真正的保守派 是有反擊的 至少在眾議院裡面 Kevin McCarthy 是一個 大概是建制派吧 然後長年以來在共和黨裡面打滾 滿身泥巴的一個人 他很有可能就是這一次取代 Nancy Pelosi 當上眾議院議長的共和黨人 但是這一次有人挑戰他 挑戰他的人叫做 Andy Big 是來自亞利桑那州 至少不是像 Kevin McCarthy 那樣子 基本上可以確定是跟 Mitch McConnell 一樣 同火髒兮兮的 他在黨內出選的時候贏了 Andy Big 188票對上 341票 但是 Andy Big 還是說 他會在眾議院院長這個選舉的時候 出來挑戰 Kevin McCarthy 這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眾議院議長挑戰 因為 Andy Big 是 Freedom Caucus 的成員 而且是川普的支持者 他挑戰的會是共和黨內的沼澤 那這也是告訴我們說 川普真正代表什麼 因為不只是民主黨跟左派討厭他 就連共和黨的建制派也討厭他 2016年的選舉的時候 這些建制派的人幾乎他們會感覺是被孤立的 整個共和黨是全部往川普的方向倒 而且川普最後還贏了 川普的崛起不只代表他們在抵抗左派 甚至在清理右派裡面的左派人士 那未來會怎樣 真的很難說 未來共和黨會怎樣 真的不知道 或許整個川普的 Mega 運動 Mega Movement 川普精神就是政壇的昙花一現 然後之後就回去變成兩個想要控制人民的黨 互相抹黑的政治型態 因為共和黨在右派群體的力量還是很大的 所以未來的發展真的很難說 我們只能禱告然後加強自己 加強自己的家庭 加強自己的社區 期待神用我們的生命來影響其他人 那其中一個我想要影響各位的就是 持槍權 華人很討厭槍支 那天我們影片下面有人說 就是留言說 美國槍支泛濫是個大問題 美國人人持槍就是促成人民的衝突 我很少嘲笑我們的觀眾 但是 我有槍的話 你敢跟我起衝突嗎 那如果我們兩個都有槍的話 我們兩個人都知書達理 不想殺人的話 我們會因為有槍支就出來 隨便拔槍出來威脅人嗎 當然不會 因為有槍的人更知道槍支的法律 而且更知道槍是拿來保護自己跟家人的 所以我們會更尊重彼此 而且我們知道 槍本身不會殺人 人才會殺人 英國的持槍率很低 但是殺人的比例不會比較少 只是他們用椅子刀子殺人 各式各樣東西殺人 因為人很好殺 生命很脆弱 沒想到我們這個想法 既然被紐約中民主黨的眾議員 左派中的左派 希拉·傑森利認同了 我不知道他是一個喪心病狂 假裝是一個 諾妮諾摳摳摳摳 還是是一個真的諾妮諾摳摳摳 假裝是個喪心病狂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對於之前 美國跟俄羅斯的人質交換的看法 他被判斷25年 他被判斷11至16年 我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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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武器 可能會被殺人 但他沒有殺人 我還沒有殺人 我還不是說 他不是壞人 但我會告訴你 我相信 美國人 應該知道 他們的國家 會一直在背後 他們不會忘記 我不知道剛剛那段 你聽到什麼 但是我聽起來 他好像是在說 槍不會殺人 人才是殺人的人 讓我們再聽一個 這個令人疊破眼鏡的時刻 看看我是不是聽錯了 我很確定他是真的這樣講的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這個 Sheila Jackson 是支持全面紅旗法 而且認為 如果一把槍使用在犯罪當中的話 那這把槍的製造商 也要被告 而且也要負責 因為這些槍支是 這些製造商 造出來的殺人武器 這位Sheila Jackson Lee 支持的所有的槍支管理法 不管是有多麼躍權 不管是有多麼違背憲法 這位Sheila Jackson Lee說 我們應該要禁止AR-15 只因為AR-15 跟十個紙箱一樣重 然後 她現在在幫一個國際非法販售黑槍的軍火商說話 而且不是普通的軍火商 是一個目前地球上販賣最多非法武器的 裡面還包括地對空的飛彈 還包括短程跟中程的飛彈 這個可怕的軍火商 外號叫做 Merchant of Death 死亡商人的軍火商 唯一賣出去非法軍火的 比他還要多的大概就是 歐巴馬跟他的總檢察長 Eric Holder了吧 忘記了嗎 我們來回顧一下 比死亡商人賣出去更多死亡的商人 Fast and Furious began almost three years ago The secret law enforcement program allowed criminals to buy guns so government agents could trace them to Mexican drug cartels But blowback came and it was tragic The government lost track of hundreds of guns which started showing up at crime scenes including the site where U.S. border agent Brian Terry was murdered in December 2010 Initiall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ld Congress that they did not allow guns to flow into Mexico but that was false and months later they took it back 我們是放了一個外號死亡商人的軍火商 而且他賣的武器真的殺了很多美國人 跟美國在海外的軍人 突然這位永遠支持和平的愛好者 支持所有槍支管理隨便立法 而且認為罪犯很遵守法律 只要他立了法了之後 就不會有黑槍存在了 這個人現在在幫這位 目前世界最危險的黑槍軍火商辯護 這真的就是一個 no need no call 路的人 但是這卻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現在美國政治體系 就是一個no need no call 路的政治體系 你的權力 你的持槍權 是一個交易的手腕 是一個籌碼 對於左派有利的時候 就是應該要有槍 剩下的時間你們要槍幹嘛 and the bullet that is utilized the 50 caliber these kinds of bullets need to be licensed and do not need to be on the street yeah 50 caliber bullet 50口徑的布朗尼機關槍的子彈 又叫做50 BMG 他說這個是我們美國人的 AR-15使用的 50 BMG 這邊有一張圖 可以看一下兩個子彈的差別 這兩個差別還不只是這個樣子 更不能接受大概是226 大概一發36到50 Cent 一發50 BMG 要價要25塊美金起跳 所以你以為我們這些普通人 可以跟你一樣 有無限的納稅人的錢可以用嗎 不夠的話 就叫美聯儲印鈔票的嗎 事實上就是這些反對槍支的人 根本不在乎社會 根本不在乎你 他們愚蠢沒有嘗試 沒有知識 no need no call 路 他們會說那些左派自稱和平使者 然後允許BOM在外面打砸牆 那些政治政客說的話 他們其實不反對槍支 他們是反對美國人可以有槍支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人在訪談過程當中 可以隨便改變他們對於槍支的看法 我們遇到這些反對槍支的人 基本上都是這些 Shiela Jackson Lee 這樣子的人 他們必須要跟著左派的方向走 這就是為什麼他可以在電視上面 廢棄他一直在說的東西 反而說出我們這些持槍的公民一直在強調的 槍不會殺人 人才會殺人的觀點 為的只是要幫助民主黨跟左派 放走一個國際通緝犯的死亡軍火傷 這個行為合理化而已 因為對他們來說 釋放一個LGBTQIAZETF 又吸毒這個WNBA女童信念的這個運動員 會讓所有的左派都很開心 所以槍支管理對他們來說 只是要來管那些合法持槍的美國公民 這個以外他們的觀點可以隨便改 東跳西跳 只要他們可以控制你的人生就好了 那講到槍支的問題 全美國各大城市的歹徒都開始橫行霸道 因為他們知道各大城市都是民主黨掌控的 民主黨控制的地方平民都沒有槍 在拉斯維加斯發生了一個汽車強盜案 我昨天才看到非常有意義 所以有兩個歹徒 一個歹徒把那個女生抓出來 然後要搶他的車 順手就把槍放到他的大腿上 然後這個女的搶了他的槍之後 跑走 那個歹徒衝過去追他 而且成功的追到了 把這位受害者女士壓倒在地上之後 那個女的轉身過來 把那個歹徒一槍爆頭 那我們看到這樣子的新聞 通常一般的人反應就是很棒 聖誕節要到了 這個有好結局的故事非常重要 沒有錯 某層面看起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故事結局 因為這邊的受害者最終得到了勝利 這個女的成功的保護了自己 用自己的機制打敗了壞人 而且不是說什麼他已經跑出去 歹徒的攻擊範圍在很遠的地方下 然後安全的情況下開槍擊斃那個歹徒 那個歹徒一直在攻擊他 甚至把他壓倒在地上 所以這100%是一個自我防衛 但是這類的故事還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因為還是有人死了 而且每次我們看到這種新聞的時候 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也會覺得很爽 但是仔細想一想之後就是 我們真的會同情這些罪犯 因為他們就是不斷的在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 放棄自己的人格變得跟動物一樣 不把自己當一個人 但是我想要講這個新聞的原因是 為什麼這個歹徒要去追的那個女生 這個歹徒是可以直接開著車跑掉的 保住自己性命的 那個女的手上有槍 他是認為那個女的不可能會使用槍枝嗎 還是他覺得不管怎麼樣 他都可以打贏那個女的 這個人是多麼的自負自滿 認為他可以隨便的做壞事 而且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這個就是我們的政治瘋狂到整個社會價值觀崩潰的樣子 政治層面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促成一個社會期望 Social expectation 憲法第二修正案會存在 並不是因為美國建國國父是用超級無敵有智慧的來源 然後用什麼哲學思想來創造出來這個制度 不是因為人為了打獵或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或是抵抗政府什麼之類的 這都是其中的原因 但是並不是主要的原因 或是必要的原因 憲法第二修正案 持槍權最重要的政治層面的功效就是 讓人可以和平相處 你聽了沒有錯 要讓政府有禮貌 要讓你的靈社有禮貌 要讓你有禮貌 要讓我有禮貌 因為如果你身處一個國家 那邊的人民是可以自己保護自己的話 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話 你就比較不會去想要去傷害人 來去做壞事 如果你在一個地方 非常在意法律與秩序的制度的話 你就比較不會去犯罪 因為你知道你會被抓起來 而且你必須要付上代價 而現在在美國發生的事情 其實在每個國家發生的事情都一樣 就是我們的社會期望變了 對於所有人來說 這都是一個悲劇 對於受害者也是一個悲劇 對於犯罪者也是一個悲劇 因為有越來越多的犯罪 會越來越願意去做這些很可怕很危險的犯罪 最後結局就是他們被爆頭 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最後結局 也就是會讓我們自己爆頭 如果我們持續讓這些罪犯猖狂 讓這個社會猖狂的話 基督徒不斷的強調不要討論政治 不要在乎世界上的事情 這個想法其實是非常正確的 因為我們要改變的不應該是政治形態 而是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心態 社會如果改變的話 政治就會非常自然的改變 我們現在的社會是變成這個樣子 不只是因為拜登怎麼樣 不只都是因為民主黨怎麼樣 不是因為槍支管理怎樣 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心態 整個文化價值觀變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改變的是文化價值觀 而且要徹底的重新回到聖經 我們要用我們的生命來活出聖經 活出基督的樣式 這個樣子我們就不需要在乎政治了 不需要在乎世界上的事情了 因為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基礎價值觀 跟隨實界的話 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是不需要政治 甚至不需要政府的 這就是為什麼社會是教會的成績單 當社會敗壞的時候 就是教會教導失敗最大的表彰 保護憲法第二修正案 不是只要全面開放槍支就好 而是要了解憲法第二修正案 一開始為什麼會存在 2024的共和黨初選 我們不知道會怎麼樣 但是如果結局最後還就是 川普被放棄了 那其實也表示我們的程度 也就直到繼續被共和黨建制派 撐著鼻子走而已 所以請大家祷告 保護自己的家庭 保護自己的鄰舍 保護自己的國家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囉